Wing又覺得CeeCee的五官輪廓 多數適合什麼妝 是不是也可以形格? 對,因為她也比較新鮮 她其實做一些形格的造型也比較適合 而且她的眼距這麼窄 反而適合化這一類型的妝 因為如果她本身很闊 然後再做很高 就會好像蠢蠢的 很濃妝 很搞笑,會變成不型 我們做完這個眼影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啡啡的 好像陰影式那樣去做輪廓 因為我們東方人很多時候 這個位置不夠明顯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凹位上 加深一點 然後拖一點去前面 順便拉一點下來做鼻影 下眼線位置呢? 會不會都是用黑色的? 對,我們都會用黑色的 不過我現在先… 我現在先跟她做眉骨的位置 先做明顯 對,先做明顯 我們就在眉底的位置 就用一個淺色 去突出眉骨的輪廓 都不用帶閃的吧? 有沒有都可以 對 你想妖艷一點就… 又閃一點 對… 如果你想要冷靜一點 其實牙色就會冷靜一點 還有黑色下眼影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很害怕會出事 畫很幼很幼 其實很幼就變成眼線 不是一個眼影 它那個煙燻的效果就沒有那麼明顯 就沒有 而且會好像… 比較舊色的 好像紋眼線的感覺 對 就是比較老套 對 所以要大膽一點 對,可以闊一點點 然後把眼線的邊緣 剛才如果眼影有點跌下來 可以用像這樣的線掃 我們輕輕把它撥走 撥就不是這樣… 這樣拖牠 對 千萬不要拖 拖牠就糟糕了 整面一條貓鬚在這裡 對 我們就是彈走牠的 動作 盡量不要讓牠黏在皮膚上 好 好 接著我們可以先畫眼線 因為眼妝也比較誇張 眼線比較深色就會比較好 所以我通常不會用啡色 會用黑色比較好 好,接著我們可以夾一夾眼睫毛 其實現在很多人去做角蛋白眼線毛 可以省下這個動作 已經好像電了 對 因為眼影這麼深色 其實是有點聚著眼的感覺 所以我們的眼線 要比一下眼線的感覺 真的要更加密一點 而且節目會更加密一點 這樣就可以令到眼睫毛上來 讓眼睫毛更加密一點 做完後 用這個掃去檢查一下 基本上就是我的眼睫 對 接著我就會 撿一撿眼底 因為眼影這麼深色的時候 眼底盡量光澤一點、乾淨一點 看起來就不會太累 如果不是黑眼圈再加黑眼圈 所以黑眼圈的位置可以做淺一點 順便可以提升輪廓 而胭脂方面會有一點啡啡 還有一點光澤感 這次真的可以做一個比較斜的形狀 我們由後面向前掃 如果是Cece的臉型 其實這些位置我們待會可以做一個遮瑕 令輪廓更突出 Cece有多多化這些比較濃的妝容嗎 比較少 因為真的要很有技巧 而且我擔心化完後 因為我本身有膚色白色 我擔心被人覺得不太精神 或者好像不太乾淨 還有唇色我們可以用一些 像是Earth tone, 或者是Nude color 因為眼睛已經很濕了 對 然後我們做一點點唇彩 對, 讓它有風唇的感覺 歐美很多時候我們都強調嘴唇唇唇唇 對, 很厲害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 做一小的歌詞 對 對, 妝容就… 那就完成了 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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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師, 喜歡你的妝容嗎 我喜歡 因為平時很少試試深色的 而且眼線的, 我平時不會用深色的 她說可能平時會用自然的啡色 所以是挺好的嘗試 所以這個妝容很適合你 對